又要回了二十万 加上我的工资八千 一共是三十二点四万 张爱宁怎么 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呀 姐 爱宁 昨晚来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王传宗要对你做什么了 我没事 是你一直不接电话 我有点担心你 我 睡着了 这才九点你就睡觉了 我 我有点不舒服 哭了 她打你了 姐 我还有点事 我先挂了 爱宁 又跟你姐打电话了 没有 没有 她说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说 你撒谎 咱们自己家的事 关上门来自己解决不行吗 为什么非要把外人牵扯进来呢 爱宁啊 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 你要惹脱我不高兴了 你姐 还有你那可爱的小外甥物 都得因为一起遭遇 都得因为一起遭遇 你不成疯他们 我不成你疯他们 记得没有 兵过 危险化 吓火 不准打我妈妈 小兔崽子 你要干吗 欠打我 你打 你现在打我妈妈 你不准打我 我去请我妈抱住 我去打你 你教的 我让你知道谁是你爹 追我回来 谁把刀关了 你打我 我打他 谁打你 你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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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干吗打的我 教练 外申园 打一场 好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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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女儿 力气渐掌啊 教练 对不起啊 所以你是在外面被讨债才嗨到我姐出的车祸 你还是人吗你 公众场合 你小的是 不是 签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爱 爱宁 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把你姐夫的签款还上 不然那些人会做出更恶劣的事来 你是想用爸妈的赔偿金去还她签的债 我 爱宁